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母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美心眼的老实人,请记住这几句话 以免被人当傻子欺负 来自剪影,让我们一起来听 南淮锦先生曾说 老实的人,人人都喜欢 但不一定能够尝试 从小到大,我们所接触的教育 从来都是礼貌待人,与人为善 要做一个厚道老实之人 但随着自己阅历的增长 逐渐发现,老实人总是备受牵制 在生活中也常被他人欺压 因为性格内向 被别人当软柿子拿捏 因为心地善良 总被无情所辜负 又因为毫无心机 被他人恶意利用 老实人总是太在乎别人 为了不责罪别人 总是选择委屈求全 可最后他人只会变本加厉 奉劝所有没心眼的老实人 请牢记这三句话 以免被人当傻子欺负 罗素曾说 善良就是从心底涌起的潺潺清泉 可以净化灵魂 润则生命 生而为人 最宝贵的德行与品质 便是心地善良 这也是人发自内心的慈悲与本性 当别人遇到困境时 适时地施以援手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确实可以积善成福 但一个人的善良 既不可盲目 也不能过度 一旦善良没有了锋芒 就会被人肆意压榨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 有太多的人精于算计 他们虚伪狡诈 且善于伪装 时时刻刻 都想谋取更大的利益 这类人最擅长 利用他人的善意 无休止地榨取好人的价值 当无力可投食 他们便会 立刻转身离开 若是毫无保留地 对待这类人是以善意 只会助长恶人的起烟 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 在电视剧《攻心记》中 以存好心 说好话 办好事 为人生最有名的刘三豪 就是过分善良到软弱之人 在充满阴谋诡计的侯宫 他每次被诬告陷害和毒打 不仅没有责怪他人 反而总是自我反省自己的错误 他的闺蜜姚金灵 被别人陷害 为求自保 作出反击 他却指责对方心狠手辣 太过无情 正所谓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齐 人可以善良 但绝不能软弱 没有原则和选择的善良 便是一种愚蠢 善良很宝贵 无论与谁相处 都要擦亮眼睛 不要让善良白白浪费 二 人生来平等 不要活得太过卑微 秋晨曾说 每个层次人 都有各自的生存方式 无所谓卑微 更谈不上见效 生活中有许多老实人 总是喜欢放低姿态 以别人为先 试试讨好他人 处处委屈自己 在他们眼中 别人的幸福 凌驾于自己的快乐之上 总是忽略了 自己同样应该被取悦 当自己仰望别人的时候 对方的低头俯视 也让彼此的关系 变得更加失衡且畸形 任何关系 一旦失去了平等的地位 优越的一方 只会更加高高在上 而卑微的一方 则会愈发地受人疑病 电视剧《我是鱼欢水》中的主角 鱼欢水 无论是在工作和生活中 都是不折不扣的老实人 对于妻子的嫌弃与责骂 他不敢有任何反驳 对于老板的轻视与侮辱 他也选择拧来顺受 他好心借钱给朋友 对方赖账不还 他也不敢和对方动怒生气 还得像孙子一样恳求对方 即便他活得如此卑微 但他身边的人 对他的态度却十分不屑 甚至觉得他就是一个软蛋 虽然他很可怜 但殊不知 正是因为他的自降身段 给了别人瞧不起他的理由 正如徐特利所说 在这个世界上 谁也不比谁高人一等 任何人都不必活得太卑微 真正爱你的人自然会尊重你 而不爱你的人 你没必要去讨好 与其卑微到尘埃之中 不如留给自己一抹温柔 三 心不要太软 该拒绝的时候要果断 三毛曾说 不要害怕拒绝他人 如果自己的理由出于正当 当一个人开口提要求的时候 他的心里根本预备好了两种答案 所以给他任何一种其中的答案 都是意料之中 深以为然 好多人之所以过得困难 除了命运的不公 更多则是因为缺乏拒绝 别人的胆量和勇气 自己总是习惯性地 当一个烂豪人 无论谁找自己的帮忙 就算不想答应 或是无力完成 也会硬着头皮应运 他们会担心破坏彼此的关系 又太爱面子 最后的结果 往往只会是牺牲了自己 成全了别人 你的好心 未必会换得他人的心灵 真心的付出 往往换不来感恩戴德 只有理所应当的持久践踏 在知乎上 曾经看到有网友 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 出入职场的他 因为性格比较内向 不懂得拒绝他人 总是被同事和领导利用和压榨 同事们不愿做得脏活累活 总是刻意推给他 领导也经常在休息的时间 找他加班工作 每到这个时候 他总是不敢拒绝 只能不情愿地答应 然后默默地埋头骨干 可就算他如此刻苦努力 同事们却常常笑话他傻 领导也不待见自己 余果曾说 勉强应允 不如坦诚拒绝 人性就是这么现实 你没有勇气拒绝 别人就会又持续为难你的勇气 人心太软 只会被人践踏真心 懂得拒绝 才能活得自在 很喜欢默言曾经说的一句话 我们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不喜欢的人活着 是时纷扰 人心繁杂 善待他人是一种美德 保护自己 同样是一种高尚 你没有义务去讨谁的喜欢 更不是为了让谁满意而活着 人生始终要活得清醒一点 把你的善良和真心留给对的人 做一个有态度 有风骨的人 才不会被人欺负 享受幸福快乐的人生 亲爱的朋友们 往后余生 不妨每天醒来告诉自己 微笑才会美 付出才有收获 坚持才会成功 做一个勤奋努力的人 不必完美 但定要精彩 不论你从事什么行业 专业决定了你的存在 人品决定了你的人脉 用善良真诚 赢取信任 人生有耻 做人要有度 不要做言而无信的人 品正靠谱 但不舍底线 不输掉人品 不昧良心 要光明做人 明白做事 用靠谱 去换别人的认同 用诚信 赢得品德信任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对 好